来 接下来讲的是 大家也很注重的安眠药 他是抗主治安嘛 对 然后还有诱导睡眠药剂 跟安眠药还有镇定剂 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太焦虑了 然后我就是睡不着 然后那时候去看医生 医生他就有说 他不能开安眠药给我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是因为焦虑 所以他不会随便开 可是焦虑的东西开去 你也想睡觉 应该说他是 他就开镇定剂给我 就反而我就比较可以放松 就比较可以睡 只是吃久了会有一点 就是人生生 因为我大概吃了三天 后面我就是 那一个礼拜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就会有点断片断片 可是你平常没吃也是这样子 不知道 只是没那么严重的感觉 不然人家一直说 安眠药只是帮你关机而已 并没有达到个睡眠的状态 可是医生常讲 你如果真的没法睡觉 不是安眠药你会疯掉 这个也不好 大部分的药物 绝对不要说长期固定一定吃 除非医生有特别跟你指使 像刚才宇童这样子 如果你那一段情绪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吃个两三天 那也该停了 如果你情绪都恢复 也不用说我已经有吃这样 所以医生交到要吃 我就吃好几个月 那以安眠药来讲 其实抗主治安 大部分都是利用它的副作用 就是说像第一 而且其实虽然说 我们都把药物有的 讲得很夸张的副作用 但实际上来讲 如果你是经由医师处方的时候 实际上还是相当安全 以抗主治安来讲 我记得我第一次顾我儿子的时候 那我太太出去只有我陪他 我不知道陪小孩子 怎么陪小孩子玩 刚好我小孩子有流鼻水 所以他就吃一点抗主治安 我也吃一点 两个就睡到我太太回来 这个就是适度的去使用的药物 对方好解药 以义来讲 所以说适度的使用 并不会造成什么 很夸张的一个效果 但是你还是要专业医师 那所谓的诱导睡眠药剂是 有的人他睡前很会乱想 可是他一旦睡下去之后 其实隔天会爬不起来那一种 只是他很难入睡 所以你就给他一个 简单的睡眠的一个药剂 这样就好 有的人是入睡很容易 可是一下子就醒来 一下子就睡不生 那一种就是要给安眠药 那最广义的下面证静剂 其实是证静剂是最大的一个范围 下面含有这个所谓诱导睡眠药剂 安眠药 还有那种抗焦虑的药 甚至还部分的肌肉松弛 这些药物其实都有一些 互相的一个作用 我们一般在临床上 给病人一开始开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选择第二个 就是诱导睡眠 先给你简单诱导睡进去看看 除非你回来 你就是一直反应很差 那我们才会开生成的 那比较怕的就是说 自己随便去用药 我自己是一个 最近是一个50岁的一个女性 那她来看我的时候 其实她不是要看睡觉 她只是要看减重 身高150公分 然后体重70公斤 她大概这五个月来 大概胖了快20公斤 可是她说她什么时候开始 她就是 她觉得是不是更年期 就问我一大堆问题 结果后来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她就是在这个五个月前 她开始有睡不好的问题 睡不好的问题之后呢 她就一般人的用药 很少会第一线去找医生 一般都是朋友吃什么 她就吃什么 所以她朋友介绍她一个安眠药 那她吃她也觉得 她也觉得她睡得好 可是重点她就吃了之后越来越胖 后来怎么样发现有问题 就是她每次呢发现 隔天早上起来 后来呢对又被 又被家人看到有几次 她自己拿东西会吃 只是说她不晓得为什么 她吃了那颗药 是那颗药吃完会这样吗 对 所以后来就这样 结果反而是因为安眠药 害她变成体重增重这么快 那我们后来就帮她改变 改变不同的一个 安眠的一个药物 然后呢 就不会是那种断片的那一种 结果第一个月回来 她就少了三公斤 八个月之后少了十二公斤 所以实际上来讲 单单一个安眠药 造成病人胖成这样子 像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 我从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 我记得我前几年 我不靠任何安眠药 或是什么 什么镇定剂成分的话 我最久 最久 我只能睡四十分钟 我很努力的什么 你说拍戏的时候吗 对 然后我就是有那个 莫名的压力度 我就没有办法睡好 然后像我之前 我倒还是吃安眠药 但是我跟你说 我吃安眠药 我是我明天要工作 我明天早上要工作 我今天就会想办法 没办法睡 我就赶快就吞一颗 喝安眠药 但是安眠药确实可以让我睡觉 但我必须要很承认地说一句话 我隔天早上 我的脑袋是完全 就是断片 我完全接不住 我明明都备好的东西 为什么我隔天要录影 我脚本通通忘光了 我在这里看转过来 就完全就没有了 就是那个 那个是很可怕的 后来我发觉 我没有倒闭药 我不要吃安眠药 而且我吃安眠药最久 我计算过最久 四个小时而已 我品质也没有很高 你潜在压力这么大 对 然后后来我想说不行 像前一阵子疫情 大家烦恼一大堆 像我自己工作 我不能出去赚钱 我也很忧虑这件事情 然后我儿子餐厅不能营业 休三个月烧一百多万 他也烦 然后我们两个烦对烦 遇到了又吵架 你知道吗 这老公一有声音话 老公就被我骂在一起 然后家庭的氛围是很不好 所以应该是老公吃药吃的 比较重一点 就还好 我说还好是好在我还能睡觉 我这一阵子 我这一年来 我找到一个东西叫做C23 它是一个日本大厂 以前他们专门做那个乳酸菌饮料 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喝过 这是他们自己研发的一个乳酸菌 所以我后来开始吃这个 我必须要说 我刚开始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再吃 我只是认为说 把它当小时候吃那个乳酸菌的糖果一样 放在嘴里就是有一点那种甜甜的 香香的味道 淡淡的甜味 你也不会觉得奇怪 然后我就喝水 有时候是万一你放在嘴巴 没有马上找到水的时候 也不会恶心 然后我可以 我发现我现在可以睡 睡的时间很长 像我可以睡到六七个小时 没有问题 经过我老公认证 我没有说过 所以我的睡眠品质是好的 然后我可以睡得很沉稳 那结果我儿子也吃 后来发觉 我跟他讲说最重要一个原则 如果你能睡得好 你隔天脑袋清楚 你才能够面对所有的问题去处理 你才不会思绪混乱 然后我儿子也跟着我吃 他可以睡得着 隔天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脾气不会这么大 然后可以好好的谈这个事情 那我先生也吃 就我们家三个人都吃 我真的发觉 那个家庭的氛围变得很好 然后我儿子有一天就跟我说 妈 你不能一直叫我们吃这个 不能这样长期靠药物 我说 儿子 你一定要看清楚 它不是药 它是个食品 它是食品 后面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可以天天吃 我们都很OK 其实脑袋是清楚的 然后思绪是稳定的 就不会有这样的 万一吃安眠药造成的问题 那我最开心的是 我们三个人吃的时候 我们甚至于可以去聊 我发觉 因为它是一个乳酸菌的菌种 它让我的体内一直保持着 一个这样好的环境的话 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情是 我跟很多人去分享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也跟着吃 然后都觉得不错 然后我买 我都直接进它的官网去买 官网买是最OK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在睡眠这一块有问题的话 不妨靠这些让我们摆脱 而且好吃 对 我没有被水 我刚直接吃了 淡淡的那个香味 甜味 然后你其实是很OK的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耳鼻歐科跟小耳科很凄惨 但是逆势成长的就是精神科 因为一大堆人因为这样 他睡不好 我要举个例子 我们在内科门诊 常常碰到这类病人 这个女生50岁 她也是因为疫情很紧张 每天真的就是看着那个 疫情的波动就睡不好 可是她撑撑撑撑到最近 终于来看医生了 因为她有其他肠胃问题我在看 然后我最后呢 因为她都睡不好 肠胃更严重 所以就开给她一点 我开给她最下面那个 正经剂 就是因为还不到 不需要用到很强的安眠药 她吃一下药 她就真的好睡了 可是她好睡以后 她回来她就问我 小医师吃这个吃掉的吗 会不会成瘾 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 然后她说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案 其实没有错 我们用这些镇静剂安眠药 都是在控制中枢神经 可是事实上我们肠道的一些 肠道也有一亿个神经细胞 所以有个所谓的 肠道菌弄好也是帮助睡眠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像刚刚佑南提的这个C23 在日本他们真的做一个研究 他们找了69个 医学系六年级 他14个礼拜 三个月后就要考国考的学生 他把它分两组 一组吃到真的C23 一组吃到假的 我们看这个结果 结果刚开始吃的时候 前六周好像两组 都一起都睡得还不错 因为这个纵轴的表示是 深度睡眠 结果到了12周 也是快要考试的前两个礼拜 我们看到吃到真正的C23这一组 他熟睡的比例就高很多 那大家会说 怎么会有这种效果 原来他去测 测他的口腔 口水里面的肾脏腺皮质素 因为肾脏腺皮质素越高 就表示压力越大 发觉说吃C23这一组 他的肾脏腺皮质素越低 所以假设说 真的有睡眠的问题 现在压力太大 或像学生 现在十月快要考试了 又有这种问题 又怕说吃安眠药 会有一些副作用的话 那或许可以先尝试一下 C23这一类的乳酸菌 是 今天介绍这些药 都是我们平常会多用的 像胃药 消炎药 抗抗敏药 安眠药 这是跟我们命不可分的 一定是你吃了无效 你就要解决了 有问题要职讯医师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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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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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